爱生活爱美食,大家好,我是小莉 我们今天来做一款不需要烘烤的巧克力燕麦饼干 没有鸡蛋和面粉,吃起来又香又甜 方法简单,你也能做,下面我们开始吧 准备80克的核桃仁 放到平底锅中,开小火炒熟 在锅中加入70克的即时燕麦片 同样的保持最小火,把它炒到变色 炒熟的核桃,我们把它打成细一些的粉末 另外,再准备两根中等大小的香蕉 把它打成泥,打得越细越好 接下来就开始制作了 把炒熟的燕麦放入大碗中 再加入核桃粉 三小勺的可口粉 大致的搅拌均匀 再少量多次的加入打好的香蕉泥 我们通过香蕉泥来调节面团的干稀程度 这些材料一共添加了140克的香蕉泥 最后再加入20克融化的椰子油 充分地搅拌均匀 调好了以后是这样,非常粘稠的状态 我们准备一个合适的盘子 在上面铺上一层保鲜膜 我准备的是最小号的饼干模具 盛入两勺燕麦糊 放到模具中 把它轻轻地压实 再慢慢地脱模 这样一块饼干就做好了 每个饼干的厚度大约是一厘米 做好了以后 把它放到冰箱中冷藏一到两个小时 冷藏好的饼干就是这样 已经定型的状态 然后我们就可以装盘开动了 这是一款制作方法非常简单的小零食 不需要烤箱 几种食材在锅中炒一炒 就可以制作完成了 没有额外的添加糖 油的含量也是比较少的 入口满满的香蕉和可可的香味 又香又甜 既好吃又可以饱腹 喜欢的小伙伴们也可以动手做起来吧 我是小莉 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留言 明天见 我来说明天 感谢观看